把国家还给你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 中国佣市将记者王志安 市议官说明记来台湾 起国定义作识独合在六页 所以正接触在去时 身心状态人士应去公困 王志昌说 明平是间接接到保存 製作单位进步有问题 他说他是减完再上外机 那他其实可以减掉 那没有减 因为没有减所以我们才看得到 那如果现场当时有这个状况 你可以说那是来宾个人的事情 问题你减 然后减了减上去 那他就必须道歉 赫隆自己想清楚 再给你几个小时的事件 不然我接下来上正论节目 我还是每天找你 王宜川起来说 主持人赫隆 如果是没会失落每天要赶紧 准理会过一天 我说死命倒数 让台湾来的公囚 真的很可恶 有名导演习天倫 我说你凭什么在节目当中 去抹风和笑人心心状态人士 已经过往的 局长大叔 你国收 没说过 那个演员 上到百四名比赛 你应该是报告主角 台台湾山口 他说这个节目 真的感激 王志安 要够在社群媒体 说民进党 如果真正 中心心状态人士 是怎么丹准寒 跟白旗 安全名单以外 看到大家在批评 他在公囚 他把丹准寒 回失落 不过 他也是又说 民进党 将心心状态人士 利用在选举 不管民进党 做得好不好 都支持民进党 王志安 在中国关系 特用时 做到 10记者 跟节目 在做前17年 不过 行为被评 中国政府 让放路和风散 所以他面去一本 过前 在经营 YouTube频道 有超过 199万 给定义 不止一次 他在他的微博上面 也有讲说 他希望回归 央视的体制 他非常怀念 以前在央视的 美好日子 所以大家觉得 他一直在书成 他甚至在 海外的时候 还一直配合 中国官方在讲话 包括 留委会 现在也跟 李民主联络 靠近 王志安 提官公 签证 所在准节目 违反上官的规定 资讯出一间 虚口证 警官五年 白充过来台湾 冰西新闻 总和报道